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篮网对阵醍醐,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杜兰特的复出时刻。 上一次杜兰特打球,还是2月14日,情人节那天打勇士,此后,他就一直休养到现在。 杜兰特这次,替谷出战,第二节中段,才登场,一上来,就接球投进刚把钟头。 最后杜兰特全场,5中5砍下17分,投篮手感这东西。 我相信等到杜兰特50岁的时候,还在他的肌肉记忆里。 当然,这场比赛,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,是小托马斯。 这是小托马斯,在醍醐的第二场比赛。 上一场比赛,他打老鹰拿下10分,外线的投篮状态,还可以。 而相信很多人,也注意到了,小托马斯身边的那个身材,同样矮小的球员。 他的名字,叫克里斯·奇奥萨。 第二节,奇奥萨接格里芬的手,递手传球。 一个后撤步三分打进,干净利落。 如果不是哈登缺阵,奇奥萨很难有机会,进入篮网的常规轮换。 他是篮网的双向合同球员,这赛季,只打了20场比赛,场均3.7分,2.6助攻。 我对奇奥萨这个球员,非常耳熟。 为什么呢? 之前公司团建,在游戏环节,我们经常会玩球员名字的,接龙游戏。 比如说杜兰特,特奥多西奇,这时候以棋子开头的,NBA球员非常少。 我就知道一个,奇奥萨。 在场上来看,奇奥萨和小托马斯,几乎差不多高。 可能在小托马斯,重返联盟之前,他就是联盟,最矮后卫。 资料上看,奇奥萨身高,1米80,体重79公斤,个子不高,但足够强壮。 奇奥萨是,2018年的落选秀。 奇才给了他,一份训练营合同,但最终没让他,留在大名单里。 2019年2月,火箭签下了奇奥萨,到赛季结束。 几个月后,他又被火箭裁掉,然后被奇才签下。 两个月后,又是被奇才裁掉,这才来到了篮网。 用一句话来总结,奇奥萨的生涯就是,被裁,签下不保障合同,然后再次被裁。 来到篮网的,两个赛季,奇奥萨,签了两份双向合同,这才算是稳定下来。 这话多少听着有些心酸,却也是残酷的现实。 3月25日,篮网打绝世的比赛,篮网大面积轮休。 奇奥萨获得了28分钟的时间,拿下了10分11助攻的两双,并且只有一次失误。 算得上是,奇奥萨NBA,生涯难得的高光时刻。 而在4年前的,3月25日,则可能是奇奥萨,人生的最高光时刻。 那是NCAA封三甜蜜16强的比赛,威斯康星大学,对阵佛罗里达大学。 奇奥萨此时是,佛罗里达大三的学生。 比赛最后4秒,佛罗里达,落后2分,已经没有暂停,只能底线发球。 球发出来,给到奇奥萨,后者一路奔袭到,前场湖顶三分线附近。 双脚起跳,单手随手一抛,篮球以一道完美弧线,掉进篮筐。 三分绝杀。NCAA每年都会有绝杀,比如前两天萨格斯,那季打板三分绝杀。 但奇奥萨这季绝杀神奇程度,绝对还在萨格斯之上。 这球让我想到了当年,维德抢断绝杀公牛。 维德这球还是一个,比较完整的投篮姿势。 而奇奥萨,则纯粹是单手一抛,关键还是,三分线外的抛射,直接绝杀对手。 这绝对是,能吹一辈子的球。 那年之后,奇奥萨读完了大四,才参加选秀。 最后落选。他最后一年的数据,是11.1分6.1,助攻4.3篮板。 然而这样的数据,对于大四生来说,还不足以进入NBA。 作为对比,小托马斯大学,最后一年场,均16.8分3.5篮板,和6.1助攻。 在分区决赛,砍下28分,并且命中绝杀。 自信满满,参加选秀的他。 最后直到最后一个顺位,才被叫到名字。 现在这两个小个子,都站在巨人如铃的NBA赛场。 这本身就是一段艰辛,并且传奇的故事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